什么特点 有哪些软件和算法 那么主要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部分的内容 那我想的话 整个对蛋白质组织 我想是非常近似的 相似的一个问题 是可以用这个图片 就是大家去玩这个喷涂的 这样一个游戏 是非常类似的 那么这里举了几个例子 如果我们对于一个很简单的样品 比如说有26个这样一个蛋白的 一个简单样品 那么我们这个分析起来 就相对比较容易 那如果这个蛋白的数量 增加到1000这个规模上以后 那么现在的仪器 还是没有问题 能够做到 对1000个蛋白这个规模 还是比较容易检测的 那个高质量检测的 那如果再增加这个规模的话 到了更高复杂度的 到了10万个蛋白 这样一个蛋白样品的话 那么这个对目前的一切 设备软件搜索算法 就达到一个极限这样一个 特别是要做样品的分离处理等等的 这个就提出比较高的一个挑战来 那特别是你看像这个 如果这个 这个是10万个 10万个这个图片 做噴图的 你如果看一些局部 如果有一个地方 你噴错了以后 其实你可能也看不出来 所以这里面就是 对于我们那个蛋白态断 鉴定也是 那么有些普图 在那么大规模的数据里面 它如果是鉴定错误的话 那么怎么去 剔除这些错误的普图 在那个FDR的控制上 也是有很高的要求 那么这个是 比较简单的一个问题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 Bottom Up这个技术体系 那么它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鉴定的是 一个个没切完的那个态断 打它的二级普图 不管是EDD普图还是CRD的普图 拿到这个普图以后 我们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态断 是来自哪个蛋白 我们通过它的普图 采集了这个数据 来跟数据库里面 如果那个态断的普图 进行匹配 那找到最相似的这个态断 那么这个态断 到底是来自哪个蛋白 那么也就能够减缩到 所以这个是 它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但实际上在一个复杂样品 或中等 或复杂一个样品里面去 那么不是每一个态断 我们都能检测到 那由于离子化的原因 由于前面的那个态断的 理化性质 那么只有一部分的态断 我们能够被看到 被检测到 所以实际上 从整个蛋白来说的话 它们那个序列覆盖率 是达不到百分之百的 有的是可能达到百分之二十三十 越大的蛋白 越长的蛋白 它那个序列覆盖率会越低 所以实际上 由中间有很多空白的这个区域 我们是没有信息的 那这个是Botem Up 基于这个煤切这个思路的 主要的一个局限性 那么右边这个图也看出来 就是我们实际上在做一个复杂 更复杂的一个拼图的时候 那么我们有一个右边 有一个答案的 就是右边有一个 根据这个图片来去做这个拼图 那么这个图片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数据库 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数据库 那么每个态段的话 根据数据库里面各个态段进行做比较 那么得到这个态段跟普通的一个匹配 那么这个Botem Up这个方式啊 基于煤切的 那么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蛋白的推断的问题 因为你拿到的不是所有的态段 那有一些少量的这些态段 那么如果这个态段的话 是在这个蛋白是有Nake的话 就是只有这个某一个蛋白才有这个态段 那你还比较好啊 就直接推断得到这个蛋白 那么如果这个态段是 在很多蛋白里面是共有的是share的的话 那么到底是检测的是哪个蛋白 或哪几个蛋白 那么这里面就出现很复杂的 这个蛋白推断的一个问题 这个也是Botem Up这个蛋白组学里面 固有的一个问题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那么有两种技术体系 一个是Middle Down 一个是Top Down Middle Down的话 就是他用了一个切的比较长的态段 这样一个酶 这个酶切的态段比较长 那么长了以后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比较大的一个块的这种 那么这个再推断蛋白的话 再得到信息就相对好一点 那么再扩展到更大的 就是不用酶切 直接是完整的这个蛋白的分析 那么也就是这个Top Down 整体的这个蛋白做分析 那么我想开头的话 我想很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相关的一些背景 那么主要是把那个Top Down 这个质朴数据的个特点 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这些特点的话 跟那个Bottom Up 那个态段的谱图 有很多不一样的特点 那么这些不一样的特点 也决定了我们后面 在研究算法软件的时候 怎么去处理这些数据 那么处理的这些数据 主要是包含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那个预处理 前端的处理 这个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搜索算法 这个是类似于那个态度的 在数据库的检索算法 那么以及这些算法对应的软件 还有软件的工具 这些内容 那么一开始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些最新的一些进展 关于Top Down方面的 这个是在分析化学 AC8月19号发的一个关于软件工具的方面 那主要是介绍到这个Top Down里面 那个Deconvolution Deconvolution就是去卷积脱卷积 这个是跟太大不同的 就是我们拿到一个 不管是一级谱还是二级谱里面 它是一个复杂的这个同一素的一个信息 而且是在不同的电荷状态下 那么怎么根据这些同一素的信息 去确定它的单一的那个同一素 Mono Acetopic Mass 这个是去卷积脱卷积的一个主要的任务 那么这个工作的话 这个刚刚发布这个工作 主要是介绍比较了不同的工具 特别是在那个组蛋白 那个去做的一些分析的结果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这个文章 那么这个也是在7月份 今年那种主要是做那个抗体的 从整体蛋白来分析 那么它做了两种的 一个是Native的条件下 一个是Denature的条件下 那么它比较了用不同的碎裂技术 看它们产生的效果 那么最后的话是这个ETHCD 相对那个效果比较好一些 这个片子是它主要的一个结果 有ETD的、HCD的、UAPD的 那么这个不同的颜色表示 就是这个只有在Denature的条件下 看到的碎片的那个离子 这个烫体的碎片的离子的数目 那么这个是这个浅蓝颜色的 那么这个红颜色的话 是只是在那个Native条件下 看到这个离子的那个数目 那么这个shed的话 是这个橘色的是两种都看到的 那么你从这个图里面比较 你就可以看到上面是这个轻链的 下面是个重链的 然后你就会看到它这个ETHCD 相对于ETD、HCD的话 它那个数目就会比较多一些 因为这个ETHCD它是把ETD和HCD 这两种碎裂的这个特点结合在了一起 那么还有像UAPD 因为UAPD它的产生碎片的离子类型比较多 所以它最后得到这个离子的类型数目 要比这个ETHCD要多一些 同样的在这个轻链和重链上 然后这个Denature和Native也有一点区别 像这个的话在轻链上这个Nature的要多一些 这个Native的数目要多一些 然后在这个重链上的话 那么这个Denature的这个离子要比这个Native的要多一点 这是它的一个折的一个结论 那么我今天后面想介绍的内容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prime的一个review的一个文章 就是一个大家适合入门 它不仅适合入门 就是它一个是一个综数 对TopDown一个弹幕组织特别全面 你看它这个是有23页的一个 在这个今年6月13号在Nature Review这个上面发表 有23页 然后有358篇这个文献 也是包括还最新的一个各个方面的 分离的制谱数据数理的非常全面的一篇 那个TopDown方面的综数 所以我非常极力的给大家推荐 如果你对这个TopDown大弹幕组学感兴趣的话 就是看着一个综数的文章 基本上你其他那些综数就不用看了 我觉得特别特别全面 而且是很新 里面这些图表也非常漂亮 所以我用了 它这里面很多的一些图 给大家做一些很简单的 基本入门的一个介绍 那么这个主要是来于 威斯康星大学 那个葛云那个实验室 它也是在TopDown这个领域里面 重要的一个实验室 它2020年获得美国制谱学会的 那个臂板的制谱景 主要是表彰它在那个TopDown 整个这个领域里面那个工作 那么这个实验室在前段的分离材料 然后色谱的方面的工作 还有这个数据软件集成处理都做了很多的工作 他们也发表很多的文章 那么谈到这个整体蛋白 就是讲到这个蛋白之主的复杂性 我们知道这个像人的那个2万多个基因 然后的话 由于这个可变解体在这个RNA这个层次的话 那么到这个转路本的话 转路走的话就数量就非常增加非常多 然后从这个RNA到蛋白 主要是由于这个发育和修饰 很多种不同类型的发育和修饰 所以这个2万多个基因 最后产生的这个蛋白 蛋白的这个变体数量非常非常的多 远远高于这个基因的那个数目 所以这个就带来了这个蛋白质组分析的一个挑战 它的一个复杂性 所以为了表示这个复杂性 描述这个复杂性 那么有一个术语 它叫protoform 蛋白质变体 这个在谈到top down里面 是经常用的一个术语这个词 这个词实际上是表示来源于单个基因 它产生的很多种不同的蛋白质变体的那个形式 我把它翻译成叫蛋白质变体 就是不同蛋白质的形式 那么这个是它这个下面这两篇文献 主要介绍这个内容 2013年是提出这个对这个term的那个介绍 很短的一个两三页的一个短位 那么后面还有在science上 18年有一个讨论 就是这个protoform 它主要就是三个层次 在基因的那个层次上 有来源产生一个基因多种变化的形式 然后还有在RNA的这个可变简介的形式 那到了蛋白的话就是由于这个 主要是翻译和修饰 包括铃酸化糖基化等等 有很多种不同的类型的修饰 那么这三种叠加起来以后 那么就导致来源于同样一个基因 产生蛋白质变体的形式就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们举个例子 这个是在2008年早期在MCP上发表的一个文章 也是格林实验室他们那个做的 他们主要是做心脏心肌 心脏的肌肉心肌那个蛋白 他们的一个整体蛋白的一个分析 那么这个用tapodont技术 对这个C-Troponium-I这个心肌的蛋白 第一个蛋白去做了一个它的一个分析 这是它那个一级质谱 你可以看到有不同 非常多的不同的形式 那么这些风度高的 那么通过鉴定得到 至少有30多种不同的蛋白质变体 那么这个里表示出来 它分成四大类 这个第一类 那么从第一个那个氨基酸到209 1到209 然后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 它是就是C-Terminal 那个两个氨基酸掉下来了以后 变成1到207的那个 那么同时那个氨基酸对有乙线化的那个修饰 这是第二个第二组 那么第三组的话 它又掉下来了一个 变成1到206 那么又少了一个氨基酸的那个C-Terminal 所以它的质量就会减小 那么还有像这个第四个的话 1到205又又掉下来了一个 就C-Terminal掉下来了两个 掉下来了一个 又掉下来了一个 那么这个就是它对应的这四组 那么每一组里面它又包含了一个零酸化 两个零酸化 一个零酸化 两个零酸化 那么加了个差个80道 下面还有一个氧化 两个氧化的不同的形式 所以你看到就是非常多的 这种不同的形式 那么把它鉴定完了以后 你就会看到对应序列上的位置 这是零酸化的修饰 两个的修饰 这个是在这个位置上的氧化的修饰 还有下面两个氧化的修饰 对应了刚才的四组 你看这个C-Terminal以后 从第一组到第二组 就这个C-TerminalES切掉了 掉下来了 然后从这个到第三组的时候 这个F又掉下来了 然后从第三组到第四组 又掉下来一个Ki 所以这个也对应它不同的功能 不同的风度 所以这个的话 就是只有在那个完整的整体蛋白的这个层次上 你才能看到这些不同的蛋白质变体的它的表达 它的还有它的定量 然后后面才研究它的相关的功能 那么刚才讲到这个Protoform的话 这个是2013年那个短文那个形式 大家感兴趣可以看 还有一篇这个文章也特别很有意思 就是这个是在2018年这个 这里面非常多的专家 你看包括Rudy 这个整个这个领域里面 都是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专家 他们和写了一个Perspective 在Nature Chemical Biology上一个 就是问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像人到底有多少个这个蛋白质变体 还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它这里面讨量很多复杂的情况 导致产生那么多的变体 包括现在的检测技术 也还做不到那么灵敏的 去检测到所有的蛋白质变体 这个文章主要是讨论这个的 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蛋白的复杂性 蛋白质组的复杂性 对蛋白质变体这个概念感兴趣的时候 可以去读读这个文章 这个文章讨论很多很有意思的 这个里面这些问题复杂性 到底在哪些地方 那么下面我就用了一些 这个刚才介绍那个review 那个里面 那个review 他们组的那个实验室 那个一些图 我觉得它这个图色非常好 非常精细的 那么Botama跟TopDown的这个 主要是用于有没有这个煤切的 Botama是用把它切成钛断 那这个是没有煤切了 保证这个蛋白的完整的 一个一个蛋白 包括它上面那个修饰 比如说这个像唐基化的里面 修饰磷酸化的 用那个P表 上面有磷酸化 这个都是在钛断层次上 然后去做质谱的一级二级 那每一个钛断 一个一个的钛断 质合比也测着它 然后再去做二级碎脸鉴定 那到了TopDown这个里面 因为它整个都是一个一个蛋白 所以看到它的不同的 同位素的这种形式 上面有两个磷酸化的 那比一个磷酸化的 那么它质量就会增加 能看到这种形式 有两个磷酸化 这个有一个磷酸化 有唐基化的等等的 看到的是不同的 这个level上的 这个质谱的一个数据 那么主要的支柱 TopDown里面 前面这个样品处理的 前段的处理 这个分离非常重要 那么这个比钛断的分离 也要复杂一些 所以这个在整个 这个蛋白层次上 包括有各种不同的 这个分离的技术 那么在这个中枢里面 也有还详细的 介绍各种分离技术 那么我今天不讲这个内容 那下面到了质谱里面 这个那么整个质谱 怎么去碎裂 在质谱上怎么去碎裂 测它完整的质量 还好一些 现在因为高分辨率质谱 能够测得比较准确 那么怎么使得 这个特别是对于大的蛋白 这个55K 30K以上的这个大的蛋白 怎么使它碎裂的好 哪种碎裂技术比较好 那么这个也是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研究的一个方向 那么更后端的 我今天主要讲的就是 这个二级串联质谱 不同碎裂的串联质谱 数据出来以后 怎么去解析它 那么对这些修饰 对这些tuncation 这个n端如果是切下来一段的话 怎么去分析这些内容 这个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 比较困难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分离的话 我也把它列在这里面了 有很多种不同的分离方法 这个分离也很重要 那么前几年的时候 这个分离技术受限 能够分析的这个样品的复杂度 还是有限 那么特别最近在这五年十年 那个tuncation技术也在进展 那么也得益于这个分离技术的方法的 不同的研究的进展 那么现在做到那个蛋白变体的 那个数量 报道的最复杂样品的话 也上上三千五千 甚至到万的这个水平了 所以跟那个bottom up这种技术 也相当一个量级的水平上 所以这个是也在很大的一个进步 那么我们对这个整体蛋白 这个质谱的数据 主要处理的时候 是针对它的那个碎裂 那么这个碎裂的不同的碎裂技术 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 也有技术 怎么使得这个蛋白碎裂的比较好 不仅仅是对这个蛋白 包括对钛断 对小分子 对代谢物等等的 这个质谱的碎裂 是一个非常核心 最重要的基础的内容 那么对整体蛋白来说的话 有研究有很多的研究 包括我们尝这个CRD 或者CED 还有那个RMPD 那个红外的光子的 还有像具电子的ECD ETD 现在加上那个Activity的 那个离子的那个空 他们实验是开发的那个AI ETD 那么这个效果的话 就比ETD要更好一些 那还有像UAPD 也是一种有潜力的 一个不同的技术方法 那么这些不同的碎裂技术方法 反正也没有出现一种技术 把所有的技术都代替掉了 取代掉了 他们还是有不同的优势 有互补性 那像这个电子碎裂的话 它由于保留这种 雷巴要的这种方向修饰 能够保留 所以它有它的那个对修饰的定位上有优势 但是由于它这个碎裂率比较低 所以它这个需要的样品量要比较大 那么信号要 信号比较低一点 那么像CID CD的 特别现在那个HCD的话 那么变成了一种特别主流的 碎裂的一种技术方法 所以这些技术方法还是要结合起来 利用了他们各自的那个优势 包括那一体HCD也是 把那个HCD跟ETD结合起来 那么它也有它更好的一个效果 在整体蛋白里面分析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信造比 信号跟造成的这个比 随着这个蛋白质分子量的增大 它是成一个指数的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 这是一个理论的一个分析 那么横轴是表示这个整个蛋白 它的那个分子量 那么越大以后 它带的电荷状态就会越多 电荷数也会越大 而且每一个电荷 它有不同的酮素 这样的话就把整个的一个蛋白的信号 就分散开了 所以它这个蛋白越大以后 它分散的就程度就越厉害 导致你测某一个电荷状态下这个信号 它就会降低 所以这个信造比的时候 是跟这个蛋白的分子量 是成这样一个关系 那这个关系就会带来 对于大的蛋白 越大的蛋白分析起来就会越困难 它需要的样品量也会比较大 那么这个是数据的那个复杂程度 也会比较高一点 那么我们举一个 这些问题到底是困难问题来自什么地方 我们举两个例子 就是这是一个理论的一个计算 左边这个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蛋白 3480个道尔顿 这样一个蛋白 就是它的质量就是3400多亿的 然后右边这个是45000 差不多46000道尔顿的 比较大的一个蛋白 那么这两个蛋白 我们把它那个同一素 就是完整的这个分子量的同一素 把它预测出来 理论预测出来以后 你可以看到 这个左边表示的是nominal 就是分子量 那个元素之取整数的时候 加起来那个分子量 然后这个是单一同一素的分子量 后面这个是最丰富的 最高的这个 这个是表示这个位置是平均的 把它平均起来 那个位置在这个地方 那右边这个也是 右边这个相对的 你看它那个nominal 跑到这个地方来了 然后单同一素跑到这个位置来了 这是它这个风行就更多 更密集 在这电荷状态也更多 那么在我们数据库检索 和数据分析的过程中 我们最常用的一个质量 是这个mono-arcytopic mass 因为这个质量是比较准的 我们从数据库的序列都是算了 它的单同一素质量 那么同学大学那个田之心老师的话 他们是算这个风行 他们开发那个protein google 那个搜索软件的时候 那么其他大部分软件 都是算这个mono-arcytopic mass 所以如果你测的这个蛋白 比较大的时候 这个mono-arcytopic mass 这个根本就测不到 看不到了 但是呢你实际数据库检索的时候 你又要用到这个质量 那么怎么去得到这个质量 所以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根据我们实验测的这个风行 去估计出来 它的那个mono-arcytopic mass 在哪个位置 然后再去跟水域回去比较 那么这个风行 如果质量不好 又干了的情况下 那我估计这个mono-arcytopic mass 就会出问题 所以这个是 它带来的一个问题 那么关于应用方面 这个review那个文章里面 有很多的介绍 特别是他们做这个心肌的这个心血管方面的这个 他们比如说像这个正常的和这个心肌肥大的 他们去比较这个C-troponium-i这个心肌蛋白 它的零酸化 一个零酸化 两个零酸化 没有零酸化 比较它这个风筒 你就能够看出这两种不同状态下的差异来 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 它有很多具体的那个应用的例子非常多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就刚才讲到那个信号的那个分散的问题 就是它某一个蛋白 它带来不同的电荷状态 从6个7个8个9个10个 比如这个蛋白 这个10K的 1万个道尔顿这样一个蛋白 带来不同的电荷状态 那么这个11电荷状态 含的风度比较多 每一个把它放大以后 这个11电荷 它又是一系列的同位素 所以你一般取的 比如我们取这个最高的这个 把它打成二级谱图 然后取这样一个方形 那么在这个碎裂的时候 就是不是每个碎片都能够采集到 特别是中间这些 就是我也用了一个拼图这些 两头边上这些碎片离子 特别是A端和C端 一个序列的时候 比较容易测到 但是整个蛋白中间那些碎片的话 就很少 很少出现 那么这也是影响它最后去 如果你那个修饰在中间的话 位置的话就比较麻烦一点 定位的时候比较麻烦一点 那么我们举了一些比较实际的例子 去看一下 那么这是一个整个蛋白 实际一个普通测的 它带14个电荷的时候 这个质核比是808.611这样 我们把它放大了一会儿 把它放大就看到808.614个电荷 它的同位素是这样一个 还是很漂亮的一个风形 那么我们再把它放大 把这个风情再放大了以后 那么我们最后去根据这个风情 去用平均安基酸模型 一般大家都用平均安基酸模型 去理论去算 最后算出来它那个mono的 单头是风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根据这一系列 实际测的这个风形 通过软件算法 把它准确的这个股 算出这个mono 那个arctopic mass来 然后再去跟那个数据库里 去做序列的匹配比较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转化 在那个预处理的 那个软件算法里面 去完成这个工作 那么我们举了一个示意图 你比如说这有三个 一个是三电荷的 一个是七电荷 一个是十几个电荷的 那么这三个不同的这个分子 风形 它这个位置是比较接近的 都在这个区域里面 那如果没有这些颜色的标识 没有这些圈 这些fraud的标识 你怎么通过软件 把它识别出来 是三个东西 这个还是很有挑战的 这个问题 它要通过去搜索 匹配去判定 这个还是一个计算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实际看到的 真实的普图方法是这样一个 这还算是还可以的 它能看到这些高的风 有些风还低 它有不同的在一起 有干扰下面的 那你怎么去识别处理 这里面到底是哪几个同流素 有几簇 这个是有挑战的 比那个太端的 那个同流素分识别处理 要难很多 所以这个又涉及到 通过这个软件的算法 来去处理 前面的预处理 就是我们刚开始提到的 叫Deconvolution 这样一个 有很多不同的算法了 就没有时间详细去介绍 包括这个Thresh的 然后这个小文开发的 他们这个软件 还有我们那个课题組之前 在P5能组开发的 那个Path 在Ptop这个软件里面 作为处理的一个软件 包括搜索引擎也是 整个整体单位的搜索引擎 也有很多 从前面 我把它列在这里面 最近这里 还有一些开发的 我们这个Ptop 1.0 是在2016年 在分析化上发表的 我们也对外提供了 这个可以免费下载 使用服务的 在P5的那个网站上 能够下载 我们现在是到2.0版本的 那么涉及到不同的软件的搜索策略 打分算法都不一样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 像Prosite 它用的这样一个技术的体系 有不同的搜索的方法 我把它列在这里 然后像MS Align Plus 它是一个普动态规划比较 那么这个也有 对它这个软件的一个介绍 对Nature Method 对它一个评价 那么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1.0的时候 在分析化上 我们对我们这个软件 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 这是提供那个软件的 一个介绍网址下载 那么我们也跟这个 前段那个预处理 跟MSD抗物 还Xtrax做一个比较 从不同的角度 对不同的组蛋白的数据 公共发展的数据 做它的比较 然后看它不同方面的性能 然后我们那个2.0开发的话 主要把那个Trancated的能 就是在暗影端上 如果这个蛋白切下了一段 某一段的话 那么这个蛋白怎么鉴定的 把这块功能加上去了 然后还有这个未知的修饰检测 我们不知道那个修饰 不是你指定修饰类型的 怎么去检测的 还有包括我们同步速度定量 也在2.0里面加上去了 那么对1.2版白和2.0版白的一个比较 鉴定率啊 蛋白的数目 那么都有说提升 这个是我们主要一个思想 怎么去鉴定到那个Trancated蛋白 那么通过这个Tag的一个方式 去比对啊 能够去找到结定 阶段的蛋白 比如说我们这举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普图 匹配上的方法 我们用绿色的这个红颜色 去表输出来 那么这个红颜色 就是它那个序列 然后这两段就是都 这个阶段结下来了 它实际上是匹配的这个蛋白 中间是红色的 这个区域的 那么之前我们在板板是比较难 鉴定的 因为你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去切开它 所以最后在匹配检索中找到了以后才能和中间这个红颜色中间的一段 还好的一个匹配 那么甚至我们还鉴定了不同的这个 这个起始的这个位置 切断的位置 你比如说这个有118张二级谱图 这有58张鉴定的 这有120张鉴定的 你看它切断的 第一个是这样一个形式 第二个就是把这个SIM切下来 这块切下来 第三个的话 它是把这两块 只要从这个A开始又切下来 这三种不同的形式 所以这个也是对应的 有生物功能去怎么谈一段 它切下来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软件 就Ptop软件 有国际上发表的 这个是David Type 在JP2上2022年 这个是2023年 去年刚发表的 它有四个软件的一个比较 用了很多不同的样品 有四个软件 Ptop Prosite 还有TOP PRC 小编开发的 然后MS Pathfinder 这四个软件 包括预处理 包括它搜索 在很多的数据上去做了一个比较 这个因为是从第三方 他们去做的比较 做出的结果也比较相对公众客观一些 而且它用的数据量也非常大 这是他们用的十几个 十一个数据集 不同的各种类型的数据集 去做的一个对这个四个软件的一个评测的一个比较 非常系统的 包括前面的预处理 这是我们PBudTD Ptop的 然后Deconvolution而算好的这些比较 那么具体的性能都在这个文章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它分析的非常详细的内容 那么我们Ptop相对来说从见证数量上还是非常好的 跟前面这个MSPT 这个MSPath 还是它能够多一点 我们这个在第二个 像这个的话 我数据说我们这个就比较多 排在最多的数量上 所以这个软件通过国际这个评测 在11个大规模的数据上去做的评测 对Ptop在整个国际这个整体蛋白 建议软件里面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性能 那么它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对我们对一般数学 如果你做这个Rapid Screening的话 就是先一个大规模 先快速一个检测分析的话 它推荐是用Ptop或者是Prosite PD 这样两个方面的软件 然后你要是做那个位置修设 做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分析的话 它推荐另外这两个软件来去做一个分析 那么前面也对我们这个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评价 肯定的评价 The First Read Sensitivity 这个灵敏度还是非常高的一个 做的一个从我们建议的数量上 那么我们2.0的话是再占一个专辑 Springa 那个一个Protocol 一个专门是针对Protform Identification 这些一个专题 是各种方法 这个是小文 它负责的编辑 这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文章 那我们这个在第九章详细有十几页介绍 我们这个2.0的具体的工作 我们2.0现在在Pfine网站上也可以去下载 去用我们这个软件 那么我们把2024年第二季度 我们申请的用户 我们有一个分析记录 每次申请的时候有一个注册码 自动获取 这是免费的 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些海内外国内外都有在用户 在用我们这个2.0这个软件 那么主要很简单的给大家就是比较总括的介绍 最近一些发展 一篇非常好的推荐的综述 还有涉及到这个topdown里面那个数据的复杂性 和它的处理的算法软件 那么我觉得现在慢慢的追到需求的研究 很多需要用到这个topdown的一个技术方法 那么这个我觉得还是跟topdown一起结合起来 各有各的优势特点 那么整个的话我们那个1.0的是 我们已经毕业的这个硕士研究生罗兰 他来做完成的工作 那么2.0是在1.0这个技术上 王瑞敏加上了定量 加上了translation 加上了位置修饰 这个计算量也会增加很多 那么整个